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拍2019年的第一條最愛片,1月最愛 我今天想分享一些美妝品、護膚品、小物和飾物 如果你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一如既往,我們就由美妝品開始 我之前IG有說過,最近買了一盤眼影 之後一回來收了,是裂的 很傷心 幸好同一天我收了兩盤眼影 一盤裂了,還有另一盤是安然無恙 這盤眼影成為我最近很喜歡用的眼影 Urban Decay Naked Cherry 其實它不是什麼新品 為什麼我現在才會買和現在才會說呢? 第一,因為它減價 Urban Decay的眼影 其實我在很多年前也買過Nicca 2 然後它封摸了整個美妝界 作為美妝界的熱衝分子 當然也要收一盒 那時候也要400港幣左右 買回來之後,我就覺得很心痛 而且我覺得其實也不太好用 所以這次我等Sandrages減價 這麼多年沒有買,我就想 不如再試試看 過了這麼多年之後,它有沒有進步 這次去買這盤眼影 是比較偏紅色系的 其實顏色真的很漂亮 它不是乾燥玫瑰色那麼簡單 它是比較偏紫、偏梅紅色的 我今天也是特地用它來化妝 我覺得它的紅色做得很好 它在我這麼黑的皮膚上 絕對不會令顏色很嚴厲、很低俗 其實你會看到粉質很貼眼皮 而且顏色的blending都很容易做得很好 我不同的顏色都畫少少給你們看 你會看到顏色很飽和 然後是可以延伸到很長的 所以它的質素這次我真的覺得太好了 而且是很滑的粉質很細緻的 然後第二樣東西也是美妝品 我想大家都猜到的 就是我最近推得很厲害的L'Oreal小光筆 色號是116號色的 這個顏色我先試一試給大家看 我第一次在萬寧試色的時候 我沒有買它 我一看到顏色是嫌棄的 我覺得它太啡、太肚 好像塗泥在嘴上 一定很噁心 又顯黃又等等 之後呢 心裸裸裸 上網這麼多人都說好用 沒有理由會不好的 那我就不深色再落到萬寧 就在這樣塗手 然後再印在嘴上 之後呢 我突然就覺得 哇!原來這顏色這麼漂亮 原來呢 它塗在手的時候 還有它過了少少唇色 塗在嘴上 是漂亮很多的 除了顏色之外 再者它的質素真的非常好 去年L'Oreal出的小萬腰系列 已經是令到我很驚艷 今次這個小光筆 其實也是非常貼近尊貴的 你會看到它的質地是霧面的 之後一點都不張序 很輕盈 但它的顏色很飽和 完全遮蓋到唇色 持久的 而且不會乾 不會很顯純紋的 但它跟尊貴的唇膏 有一個差別就是它的味道 始終L'Oreal的唇膏 都擺脫不了一股開架的味道 就差這個 如果它連味道都可以改進 或者變成沒有味道 我覺得它簡直就是完美的 之後就想和大家分享一個護膚品 好像都一段日子 沒有和大家分享一些面霜類型的東西 這個牌子就是23年 還是23年呢 我是在韓國買的 在Olive Yarn就能買的 給近鏡大家看看 它是這個樣子 是一個牙膏狀的面霜 其實我自己就上網看過 那些人說到它好像神奇面霜 有保濕 又有很多作用 我就不覺得的 它對我來說 就不是特別保濕 又不是特別有滋潤感 那為什麼我還是會推它呢 就是它有一個我覺得 都幾明顯的功效 就是去粉刺了 2018年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的皮膚是很敏感的 所以我都很少做些什麼 深層清潔 磨砂 或者出去做面霜 久而久之 我的鼻液這個位 粉刺的問題都越來越嚴重 旁邊這個位很容易 會有很多一顆很噁心的白色點點粉刺 所以我最近都在這個月開始 就會塗一點在鼻液位 然後塗一點在額頭下巴 這些比較容易生粉刺的地方 一個星期左右 我的粉刺不見了 很厲害 我不知道是不是人人都有這個功效 還是我皮膚特別吸收到這些 如果大家都有粉刺問題 而自己也很介意的話 我覺得你也可以去試一試 然後就想說一雙耳環 大家都知道我買耳環是多到黏了線的地步 因為淘寶買耳環實在太便宜了 我每一段影片都會帶不同的耳環 令大家有新鮮感 所以我買耳環其實是什麼耳環都會買回來 看看配襯到什麼衣服 我最近也買了一雙耳環 覺得很有趣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雙耳環看起來是不是很可憐 它是有一個透明的玻璃珠珠 然後兩邊都是有一個上班族的樣子 它戴上耳環之後的大小就大約是這樣 雖然好像不太配合我今天這件衣服 但我覺得它很搞笑 而這雙這麼搞笑的耳環當然就在淘寶買 我都會放一條link在下面 大約是17元人左右 我覺得很有一個設計感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比較有玩味的人 我覺得這間店和耳環都很適合你 反正說到淘寶也想說一個 也是在淘寶買的 就是這個包包 我最近覺得這個包包真的很有質感 其實它不便宜 它也要98-99元 而它的質地也不是很廉價的質地 我覺得其實也是值這個價 這裏的金屬也是金色 然後其實它本身是由一條肩帶可以背 我覺得手拿是比背 它的風格很適合一些復古的衣服 而且一些比較懷舊的衣服 都很適合 它的顏色是一個很漂亮的蜜綠色 如果你想看我拿著它的樣子的話 我Instagram有放過一兩張照片 都是有穿著它的穿搭 那就是一些無聊小故事 那你們就可以去我Instagram那裏看一看 那到最後一件事 就是一些比較關於女性一點的 其實也是今天剛好買 放在床上 就覺得也可以和大家分享 因為過去一兩年我是很喜歡用 就是這一種的M巾褲褲 那其實它裡面的樣子是怎樣呢 會是一塊尿片或者一條底褲的樣子 那它的作用是什麼 和什麼時候穿呢 就是我會在流量最多的兩三天 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不需要穿底褲 直接穿這條M巾褲就可以睡覺了 它穿著的感覺就是 這個世界充滿了安全感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像我那樣反睡 還有不知道為什麼我睡覺好像打關斗一樣 總之我的床褲 就不太美觀的 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漏M的人 在我身上是自從穿了它之後 就沒試過漏出來的 那所以各位Sisters 如果你們都有這類型的困擾的話 買M巾褲褲試一下 包你說正 那我今天就分享了我一月的最愛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好了我們出來了 Bye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